看到这个电动压缩吗 我已经试用了两天了 两天了 我已经觉得这个可以正式的推荐给大家 我之前是有使用过电动压缩的经验 所以我可以compare了之前的跟这个的使用的经验之后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这个压缩 莫拉压缩的电动压缩的经验 之前使用过的电动压缩 他们的整动力真的是在整动 然后用完之后头会有点小晕 这个莫拉的电动压缩 它算是个超声波的电动压缩 所以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的震动的频率非常的高 然后它不会给我头晕 它也不会很吵 我使用了两天之后 我的结论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推荐大家 因为它非常的干净 然后它很方便使用 我觉得它最好的方面 它是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洗得非常干净 因为我使用完两天后 我一直在用我的舌头在绕着我的牙缝 我真的是觉得那个牙齿非常的干净 因为绑牙之后 我之前绑牙嘛 绑牙之后呢 我觉得个人口腔非常的重要 真的是要照顾的很好 然后也要给大家看到我灿烂的笑容 OK 再来说说这个牙刷呢 我觉得好的是它不会太重 如果你是去那个美妆店 Watson Guardian之类买的电动牙刷 它们都是放那种电池 就AA电池两个 两个AA电池之类就非常的重 然后这个呢 它是用USB-C来充电的 它的充电的在下面呢 是这样 它是USB-C哦 我觉得现在的电子产品呢 最重要的是有USB-C 因为目前为止 全部的大致上的电子产品都是用USB-C 你只需要用一种的同一样的电线充电线呢 就可以充电很多电子产品 然后这是使用USB-C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出国旅行的话呢 真的可以不需要带那么多东西 它是防水当然啦 然后呢 它使用完之后 我觉得啦 这里不会有很多污垢 我之前使用的那个电动牙刷呢 你使用完之后 我还是每次得要清理里面的东西 因为 啊不然啊 会有那个牙膏 在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小臭味 用了两天呢 还没有什么臭味 然后 我觉得它 非常的细 它不会滑 它不会掉 它很轻 你在刷牙的时候 我是认真的在说啦 之前 以前使用的那种电动牙刷 刷久之后 手会有点小泪 然后它这个 它的牙刷的刷头呢 是比较小 所以它可以塞进去 把里面的那个牙齿来刷 刷得干净 好 嗯 然后 就讲很清楚之外呢 推荐你用之外呢 嗯 我要讲的是 它还有那个很多功能 OK 你就很简单的在这里打开 然后它有中文跟英文的那个语言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美白泡光 你可以选择牙龄护理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定制的模式 你也可以有那个酷爽清洁 敏感舒缓 还有深度清洁的那个模式 我个人觉得我最需要的是美白泡光 因为我比较希望有好看的牙齿 而且呢 可以给你看看哦 我觉得好特别的是 它的那个震动方式 你可以看得到吗 它震动的超厉害的 它不像是那种其他的那种电动牙刷呢 它只是一个 呃 vibration 就是在震动 可是它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 牙刷呢 它是有在左右晃 然后它有这一个 嗯 timer 就 建议上 都会建议大家 用两分钟来刷牙 如果你在两分钟内刷牙 刷完的话呢 牙 那个牙齿会显示它不开心 然后它每30秒就会提醒你换 一个地方 就一个部位 好 再跟大家讲讲里面有什么特色 嗯 他们的牙刷呢 是有黑色跟白色的选择 你再打开 你买了这个牙刷之后呢 他们会提供的东西是有什么呢 这样给大家看看 这是Shawn的白色的 我的是黑色的 那你拿到这个牙刷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蛮酷的是 它有给了这个 呃 算是一个保护模式吧 就是这个头 如果你想要再带出国旅行 或者是出外入住饭店的话呢 这个你可以把它刷短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保护 在那个头 牙刷的头 还蛮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呢 它在里面会有一个指南 它虽然目前为止是用英文啦 可是我觉得 呃 你的英文水准不需要太高就可以很容易了解 它会跟你说呃 简单的说明他们的模式啦 然后它的牙刷的那个呃 方生 就是那个功能 然后它也会跟你说在这里你要如何的刷牙齿 就每一个部分呢 要分30秒 你要用45度的呃 角度来刷你的牙齿 然后呢 你要顺着clockwise顺序这样转转转刷你的牙齿 然后如何保持干净那个牙缩的清洁功能 你拿在那个指南下面呢 就有那个充电绳充电线 它是USB-C包成这个样子 最重要的是它你买了一盒的牙刷呢 它是提供了两个梭头 梭头呢 它是用这个这样子包着 然后最好我觉得很贴心的是它有一个盖 把那个牙刷的梭头的盖呢 保护好 所以你把它放来包包 你的理性包呢 或一包呢 不会挤压到那个牙刷 它就不会变形 然后就比较不好 所以重要我觉得这个MOLA 它的啊 另外一个accessory 就是一个小小的补助器嘛 就是这个牙刷的 紫外线的保护牙刷的盒子 它很酷哦 你看可以 你看它的后面呢 它有一个东西可以粘着你的 刷牙的地方浴室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盖起来 你有看到 紫色的灯吗 那个是紫外线哦 紫外线的功能呢 是帮你们杀菌 非常的重要 不好意思 发生了小小的插曲 就倒塌了 没关系我可以再继续 然后呢 它给你这一个盒子呢 就是紫外线的盒子呢 它每一次你开盖 把你的牙刷放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有三分钟的消毒的功能 很棒的是这个 嗯 啊 掉在地上了 它也是USB-C来充电 然后呢 每次充电呢 你就可以有 几天呢 还蛮久的我记得 30天 每一次充满你就可以有30天的使用 就不需要每次的再充电 可是最棒的是 如果你有在插USB-C的话呢 它有烘干的功能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啊 我知道啦 我觉得啊 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你把牙刷暴露在浴室内 可能你家有蟑螂的话 其实蟑螂他们都很喜欢吃 那个牙刷上面 嗯 它遗漏着的牙膏 还是某某某东西之类 就蟑螂都很喜欢吃那个东西 可是你有这个保护盒的话呢 那个 它会有紫外线 把它消毒 而且它 它非常蜂蜜哦 就 蟑螂呢 是爬不进去 吃 在享用 你的牙刷 之类的 好 那就说到这个 紫外线消毒盒的话呢 它是长得这个样子 价钱上我觉得还蛮合理 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后送礼的一个送礼物的一个首选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尤其是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很多朋友 我去朋友的家 他们都没有一个把牙刷保护好的一个地方 他们就是这样过着 可以想象中哦 如果你的家呢 人家朋友是去了你的浴室 冲水没有把马桶的盖盖起来 那马桶水冲的时候呢 那些污垢呢 是会喷进去你的牙刷上面 所以你就是在洗刷牙刷的时候呢 是有一些肮脏东西 跟你的牙刷一起洗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而且你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它会帮你降低那个肺污染的几率 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我觉得很多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朋友没有这个意识 就是冲马桶得要盖马桶盖 然后还有说 有些人是会在洗澡的时候 就顺便尿尿 然后再清洗 那你在那个过程尿尿跟冲洗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小水珠呢 会喷到满个浴室 它会粘在你的牙刷上面 或者是你的浴室是不通风 或者它潮湿 你在潮湿的地方呢 它就很容易支撑那个霉垢发霉之类的 好像很多人的牙刷架呢 如果没有清理 它都会长很多黑黑的点点 通常呢 你等到你可以肉眼看得到黑黑的东西的话呢 其实是代表已经很非常肮脏了 所以有这个紫外线的盒子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那里面呢 它会给你提供的 也是一个USB-C的充电绳子 充电器 然后还有这个 它是一个无痕迹的 一个无痕迹嘛 就你把它粘在那个 这样它就 你可以把它塞在你家的 粘在那个磁砖 还是镜子 还是你刷牙的地方 然后这个当然是 你可以很容易 你一粘上去之后呢 它就永远粘住在那个地方嘛 然后如果你需要把它带出口的话呢 就把它扯下来 你就可以带出去饭店啦 出国旅行使用 目前为止呢 我已经使用过了这个 木拉的牙刷呢 电动牙刷 超声音牙 超声 超声牙刷 我觉得它真的非常 我个人非常推荐你使用 因为使用了两天之后 我可以感觉得到的这个 嗯 那个result 那个感觉 非常喜欢的 一直在用我的舌头来 查看有没有肮脏的地方 嗯 然后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 它虽然是电动牙刷 它不会很吵 比方说 如果你的浴室是 跟你的卧房 睡房是连在一起 你在刷牙的时候 你的另外一半 你电动牙刷通常 比较平移的电动牙刷 它会比较吵 比较大声一点点 然后你用木拉的这个呢 我个人觉得 好像你在 这里 我现在开动了 我不懂你会不会听得到啦 可是 它只是我的一个手指的 这个 距离 然后它在那个浴室的话 你关这门的话 是听不清楚的那一种 听不见啦 我觉得我用的时候 我家的浴室是分开的 所以我的浴室 应该不会打扰到 其他人睡觉的 使用的时候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睡觉 然后还有什么呢 很干净 牙齿已经很白 哎呀总之我觉得你就是去买了这个牙刷 你用 我觉得是不会后悔 我很喜欢用电动牙刷是 我可能可以觉得洗得很干净之外呢 是比较环保一点点 因为你只是换牙刷的话呢 你只是换这个牙刷的牙刷子的部分而已 所以这个算是个蛮环保的牙刷 可以把你的牙口腔洗得非常干净的牙刷 它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电动牙刷 你怎么说呢 当你买购买之后 你收到这个牙刷的时候呢 你只是需要开店 然后我个人建议的是美白 然后你刷你的舌头 你会感觉到 虽然它在整洞的时候呢 可是它会有微微的那种在缩洗你的那个舌头 所以它不像其他的电动牙刷 它只是在整洞 你可以窝着的时候 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手在整洞 可是这个它真的有涉及到 它的刷子呢 是真的是在左右左右上下上下的在刷你的牙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推荐你 所以真心推荐你们哦 你们要如果要比较有一个很好的口香卫生呢 还是你要送礼旧朋友入华啦 姓无子之类的 还是你的朋友口腔卫生不好的话呢 想送他牙刷的话 可以选择末劳 好就是这样 拜拜